三月十四日星期四的早上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 三十一有千禧年代今早有张凤萍在这里 下个月22日开始首阶段的管制即器餐具措施就会实施 简单来说本地的销售即器的餐具就会禁止 和餐饮处所向顾客提供九类即器餐具都会禁止 其实大家对于哪些类型的餐具 或者哪一类型的塑胶产品禁止熟不熟悉 大家知不知道是怎样去运作的呢 昨天就见到有议员在立法会上面都就着相关的话题 就是质询的 而政府的回应特别是说到在食肆方面 都很多人去关注 政府的说法就是说现在其实就 因为去年年底开始就说了会派完实地去走访 大概二万家中小型的食肆 用问卷形式评估商户合规的程度 帮他们了解管制的内容和做好准备 政府回应就说现在已经去走访的那些餐厅里面 有八成都还没做准备的 而其中两成就已经转换了 其实下个月22号已经是了 数数下都是个多月时间 有八成都还没准备可能面对的是什么困难呢 各位听众观众作为食客的话 你们其实留意到现在在餐厅方面提供的那些餐具又是怎样的呢 如果将来真的还要再进一步地去收紧他们的提供应的话 你们的想法又怎样呢 可以打来187231的 为何旁边呢 我们找来环境运动委员会主席 杜苗饮食专业学会荣誉会长黄杰隆 聊这个话题 早晨黄杰隆 早晨 张凤萍 你好 有没有留意到昨天 董萍局长讲到有八成的食肆都还没准备 就着下个月的管制 没有任何准备 你怎样看 我留意到这个报道 其实看一下那个所谓准备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已经是 他走房也要时间的 因为两万间很长的 譬如他早两个星期已经去了 或者甚至昨天去的算了 如果去到餐厅 看到他都还没开始用那些木的餐具 比如这么说 那我就觉得就不出奇的 因为木的餐具比胶的餐具 就贵最少都百和几十百分 甚至贵一倍的 所以餐厅当然搁至最后 就有很多都不出奇的 因为成本上升 所以我覺得如果他見到他還沒用 或者說說 未法例未實施 已經有兩成在用 其實都不算低的 但是你說準備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說完全不知道這件事 聽都沒聽過 沒去準備 那我又 如果這樣還沒準備 實在令人有點擔憂 因為這件事都講了一段時間 有幾年 兩年左右 如果環保署和我們商會的討論 其實都很緊密的 都算是和我們的商會會員 解釋得算清楚的 看到的宣傳品也都是發揚百出的 都盡量用圖表 列表 都很多方法做的 但是始終商會會員涵蓋 都是三四千間都吃市 有很多其他的 我們飲食業界的特色 就是很多老闆和管理層 其實都是紅腹子出身 所謂的讀書不多 最怕就是法例文件 只是會炒菜而已 所以對於那些 不是參加商會的 這些普通食肆 可能是需要多些時間 讓他們慢慢了解 所以我覺得 它很幸運 法例說還有半年 這個 食營期 準備營期 半年內都不會去罰它 都是用一種教育的性質去提醒它 這些還不行 我想這段時間 其實都是 就是4月22日後的半年 其實都是一段這樣的時間 包括市民和我們業界做來 都是要有些時間去準備 當然 重視環保的集團 重視環保的經營者 沒有法例都在做都有 也都是提早去準備的 我見到 我自己見到的都不少的 所以就 我認為暫時 就不是說這件事 很容易令人擔心的 應該到時都做得到的 從一些 譬如食肆的經營者的角度去思考一下 剛才你一開始的時候說 就是說 如果到時要轉用一些 譬如木的餐具的話 成本就可能是高幾成的 我都見不同的社評 可能都說 譬如說一些木的餐具 可能就是貴幾成 甚至如果你說 是用紙飲筒 或者借渣餐具 可能是貴以數倍計 不過我見局長回應的時候 就說其實成本都差不多 這樣 是不是大家在了解上面 有些落差 而你見到那個狀況是怎樣的 兩個都沒有錯的 文學表達你 準確一點就肯定是貴的 就是計數學出來就貴幾十% 和有些是貴算倍計的 我們看到的情況實際都是這樣的 但是如果有人說 不是差很遠 我又不敢說他錯 因為你想像一下這一套餐具 可能本來我們是在說三毫子 四毫子 成本 現在就算你加到五毫子 六毫子 那就成倍了 但是 都是幾毫 加兩三毫 那不是很多 如果他形容某人 形容為 不是很多 也不能夠說他不對 但是 但是 事實上 做生意 就是 少數發常計 也都 每天是成幾百幾千的 集團式的 這種更加是 到二十萬計 所以 這條數 如果成不出來 都是大的 但是當然 說到這個 塑膠餐具這個課題 我每一次都一定把握機會要提 其實整件事 我覺得它最核心的目的 就不是全香港不用塑膠的 全都用木的 就是已經解決問題 不是這樣 全都用木 可能就是符合到法例 但是不是能夠達到法例的目標 目標是想減少塑膠的同時 都是減少廢物 你如果全都用木的 或者拿的一次性廢物 仍然是堆填區 仍然是垃圾來的 仍然有碳排放的 所以其實它應該的目的 就是大家有了這種意識之後 第一 你買外賣的時候 最好就是 餐廳也會配合 就可以選擇不要餐具的 這個成本上升了 我認為餐廳可能 它都會多了誘因去 去叫那些同事 不要給的 因為 現在我們 實際上我自己 都經常有 親身體驗 我說都不要的 但是拿回上去那個辦公室 一打開 又是有的 因為實在已經太習慣了 可能也都幾十年 是這樣 扔掉下去 人手入不足 什麼都扔進去 就快一點了 但是既然成本上升 我鼓勵餐廳都要這方面做好些 甚至乎考慮 是不是如果要的 才收回一元五毫的錢 不要的就不收 令到大家有個選擇的權利 我說木 交就沒有選擇權利了 當作為市民 其實我們 大家都想大家自攜餐具 如果多些人自攜餐具 根本你就不會要木 那一套 那餐廳的成本也都不會上漲 因為太少了 所以我覺得又環保 又不要上升這個成本 其實關鍵就是要多些人 是自己做到的 譬如拿回去吃的 拿回家吃的 就不要餐具了 這一點很重要 這個未來的願景 我們稍後都想關注 不過我就想先看看 剛才你說到 如果食肆到現在 都完全不知道 那個情況是怎樣的話 你都會比較擔心 他們跟著怎樣 因為我今天看明報 其實他們訪問了 好幾家不同的食肆 尤其是中小營 他們都說 有些可能是未收到封 或者都未有任何準備 有些可能知道發生什麼事 不過現在怎麼都不會先買 如果到時候政策又延後 到時候被人笑 說做了水雨 其實現在我看到很多餐廳 好像都在一個觀望的狀態底下 你擔心如果譬如到4月22日 殺到埋身 大家都還沒有準備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 我又不是太擔心的 正如我剛才說 因為政府都有一個 它跟垃圾收費不同 請你容許我將這件事混合來說 垃圾收費 所以如果處理不當 是很令人擔心 因為它真的影響700萬人 每一天你的生活 也都是很容易就會犯法的 但是這個就不是的 這個呢 你到時候還有半年適應期 在適應期前 你換了的就已經沒事了 如果其實你如果願意去找 現在的供應商又很想做這些生意 所以你問回你原本的供應商 它多數都有些選擇給你的 政府也有一個網站 就是幫你去選擇 哪些叫做 哪些叫做 哪些叫做不行 所以其實如果想 真的有心去聽到 做就不會太難的 是要給多些錢 這個我們作為參業界都是很頭赤的 但是剛才我都說了我看法 但是除此之外 你說還有半年適應期 就算是環保署 三月 五月 六月 它巡到你那裡 發覺你還沒用 暫時也不會告你 就是通過一個教育 它告訴你 你不行 如果過了這個供應期 就是犯法 當時那一刻 都還有時間去準備 所以我又不是說太擔心 會有什麼太大的社會問題 都是逐步逐步去演變出來 是我們少了用塑膠 這樣解釋 當然如果大家重視環保 就盡量早些轉 如果你的餐廳 儘管控制是做得到 有能力的 就早些轉 在環保的角度 否則就算你等到 4月22號的半年後 才真正轉 似乎都未有人會告你的 所以又不是說 需要太擔心的事 最後短短你都想問 剛才你說 最理想就是大家去買外賣 都可以自攜自己的餐盒 我看你集團也有去做 不過響應的市民就一成 尤其是再加上 現在很多時候 是用一些網上的平台 去叫外賣 真的要去做到自攜餐具 是不是很大的難度在這裡呢 你都是和很多市民一樣 混亂了第一和第二階段的管制 其實如果說自攜餐盒 就是很難的 所以你剛才引用我公司說 一成都是自攜餐盒 就是很難的 因為盒實在是要更高的科技 又有醬 又有湯 又要留很不難的 但是餐具就容易很多的 事實上我旗下有一個品牌 都已經是收 不知道是一元 如果要木餐具 要餐具就要三元這樣 是九成五的客人都不要餐具的 就是以前是百分百拿不到的 不用錢就拿一次就算了 回到辦公室就在那裡 但是你收少少少的一元 他會想一想才要呢 那就已經是省了九成半的了 我們也過去幾年試過 是不要飲館就減十元 這樣的推動的方法 幾乎是絕跡的 飲館在我們餐廳是完全絕跡 因為個個都寧願減十元 當然我們最近也取消了 因為我們覺得用針錢去吸引環保 也都是有個時限的 因為始終地球大家都有份 通過了幾年的教育 應該大家都要學會 就是用飲館 其實飲食是並非必須的 就這樣喝啤酒都不會用飲館 一樣可以喝到很好味的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過程 我相信其實普遍市民 都知道環保是重要的 不要太麻煩他們 不要讓他們的生活太多的困擾 不會太多錢要額外花 大家一定都會盡量做好的 我覺得這個自攜餐具 應該都是可以大家嘗試一下 不是太困難了 多謝黃潔龍和你先聊 黃潔龍就是環境運動委員會主席 杜苗飲食專業學會榮譽會長 說的是下個月22日會有首階段管制職器膠餐具和其他塑膠產品 政府說法是4月22日推行後會有半年適應期 會視乎那時推行的狀況 再去考慮一下是否提出第二階段何時去做 第二階段的禁止食肆提供 譬如交的餐具 可能這裡牽涉到食物的容器 剛才黃潔龍說到去到盒子的問題 何時真的有機會長遠去做呢 環保的角度又怎麽看呢 綠色和平項目主任譚詠琳在電話旁邊和我們聊這個話題 早安 譚詠琳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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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問一下 昨天看到有八成走訪的食肆 其實都未準備好 現在未準備最遠的環保餐具 你怎麽看這個狀況呢 其實我們之前都提及過 都看到政府的宣傳都是比較慢的 其實條條例在去年的10月已經通過了 但是對於公眾的宣傳都是很少 直到前排才開始看到有一些廣告出來 其實食肆都是一個可能中小企都比較多 又或者個人營運都有不少的 所以我們認為其實不單止只是做一些大連鎖點的宣傳 其實最緊要都是跟大眾做多些溝通 因為這個管理職在交餐具某程度上都會幫助到大家之後 垃圾收費可以少些錢 但是剛才跟黃潔龍談 其實他們都從食肆的角度來看的話 這些類的餐具現在的成本對他們來說 依然都是比較高一些的 有沒有說譬如在其他地方的經驗 會不會可能做久了 或者需求大了些之後 有機會成本下降還是怎樣的呢 其實餐具來說 剛才也說過 其實有百多份 都第一階段的時候 簡直是可以不用的 例如一些刀叉筋 其實很多時候都可以自備 或者回家的時候用 用一些重用的餐具 飲館這些都可以選擇 不需要用的 這些是一個方式 另一件事就是 其實如果我們只是說 轉換另外一些漬器 某程度上是無助解決 香港的垃圾問題 這次的這條條例 主要是新聞掃交 但是我們看回每一天 只是說漬器交餐具 都有227噸送去填區 如果只是把這些交換 因為其他漬器 其實是無助減費 所以我們綠色和平 其實2022年開始 已經推動了一個 重用杯的藉環計劃 剛才提到 盒是否只有自備這個選擇 我們發現世界各地 都開始興起一個借環系統 一借一環 餐廳借一個盒給你 吃完之後還回去 如同堂食餐具 他們洗完之後 再給下一個顧客 在不同的國家地區 都有很好的成效 唐命臨王 這裡就牽涉到 首階段去退行之後的適應期 再看一下 究竟那個成效是怎樣 才再去想 第二階段 是否剛才說的食物盒 或者膠杯 蓋這些 全部都要禁止 其實你覺得 到了適應期的時候 有沒有說到什麼時間 可能就要做一個檢討 還有檢討的時候 要用什麼標準去看 什麼時候適合做第二階段 其實我們認為不可以經常都說是 看社會上有沒有選擇才去做的 其實這一線事就看到 有時候你訂立了一個明確的目標出來 其實大家才會去更 說回第二階段 所以我們一直都要在2025年做 還有政府也不應該坐在那裡等 一些替代品應該幾時來 其實可以再主動一點去做 剛才提過的 我們還有一個重容杯的系統 其實和現在都談了 我們那個apps都會有進步的改進 因為其實要適合我們本地的文化是怎樣 政府經常都沒有錢 但是其實就是 正正是垃圾收費 這個全民參與的活動 個個都想要省 就是怎樣才可以扔少些省多些 還有其實預計政府都有 近18億的專款專項的收入 我覺得政府可以多些 用這些錢去撥款 發展一些重用餐具 或者重用系統 怎樣可以方便到市民 而不是每一次都好像只是說 市民想辦法 業界想辦法 或者我們等一下大家有沒有 很多人不是等 而是你準備好 其實大家才會有選擇 好的 多謝譚詠琳 先和你談到這裡 譚詠琳就是綠色和平的項目主任 大家對於首階段 或者之後要去禁一些交餐局 餐盒等的話 有什麼想法呢 可以打來17231 8點39分 回到千禧年代的時間 剛剛那節和大家說到 下個月22日開始 就會有首階段的一些 講到是塑膠 以及一些即棄的 塑膠餐具的管制 大家怎麼看呢 可以打來17231 為什麼旁邊有陳先生 我們急就張 為什麼這樣說呢 由東姑做局長的年代 到現在十幾年了 現在是謝展環 只是打一份工 五年貨仔 接著就怕了 走了去 下家莊 因為他們沒有一個承擔 東姑那個年代 他們都是環保人士 但他們都沒有辦法去推行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樓閘太多 中國人或者香港人 你想想我們 某一個快餐店 他的外賣 當時他都很響應的 做紙袋的 現在都用回膠袋 基本上 我們的局長 為什麼呢 好像上次我打來的時候 說 4月1日是垃圾徵費 根本人都沒有準備 接著推遲4個月 8月1日 好像現在我們看到 大型的食肆也好 快餐店也好 根本都沒有準備好 你硬去推 就是推些人去死 反過來 好像我們的謝子曼的局長 我上次都說了 我都希望他給我一個確實的答案 你推那個垃圾徵費 目的是什麼 徵費政府收入 其實你基本上 你用那些垃圾交代 原來不可以降解的 但是貴呢 貴十倍 目的何在 要擾民 其實政府可以做的 有承擔的 可以做多 走多很多東西 走多很多步 做多一點點東西 走訪了所有食肆 大中小型食肆 告訴他們 你哪些可以代替交叉 其實我相信 你提供到一些名單給他們的話 或者費用的話 其實初初一定是貴的 日子久了之後 那些生產商 大量生產的時候 我相信和那些交叉 分別不大 我都相信 逐步逐步來 從今天開始去用幾年的時間 2005年到今天為止 差不多20年 沒有寸進的 只是急就張 剛才我說過三個字 走過來 急急去推 然後其實所有前線的東西 他有沒有走過去前線回收也好 食肆也好 他有沒有去過區 問過人那個難度在哪裏 沒有的 他躲在後面 太老了 謝子曼 叫他退休 收工 是這麽多 謝謝 陳先生的意見 陳先生都說到 好像一直以來 做環保政策 都比較心急一些 大家覺得是否這樣 你可以打電話來 1872 311和我們分享一下 而剛才陳先生說到 幫一些業界 是否有一個名單 可以製造一些非塑膠物料的餐具 其實政府的說法就是 環保處是有請品質保證局 設立一個綠色餐具平台 來給飲食業界 餐飲業界 供應商和市民去參考 現在列了400項是非塑膠 即器餐具的產品資料 也有一個餐具租任和清潔服務的資訊 去鼓勵他們用一些可重用的餐具 但是有沒有一個公司名單 大家怎麼看呢 可以打電話84311 我們不如馬上跟大家說說 另外一些話題 昨晚立法會另外一個質詢 就是有關於公營房屋方面的比例 說什麼比例呢 就是六字居給資助房屋 譬如是居屋的比例 現在的比例就是七比三 你當我們簡單七間公屋的話 可能另外三間就是賣的居屋來的 洪文昨天的質詢 就說覺得比例應該要調整到五比五 覺得比較合適一些 為什麼他會有這樣的想法呢 我們請來立法會議員洪文講一下這個話題 早安 洪文 早安 莊小姐 早安 先問一下昨天 你那個質詢 你覺得那個比例上面要有一個調整 具體的想法是怎樣的 是 其實我一直覺得 我們公屋輪候時間長 根本原因不是供應不足 是我們需求過渡 香港不缺公屋的 香港缺的是公屋上面的房屋台街 我一會和你分享幾個數據 其實今時今日香港要超過30%的家庭 住在公屋裡面 這個比例是全球最高的 亞洲國家 日本 南韓 新加坡都是個位數 如果我們看歐洲的科力國家 最高最高是20%英國 而我們300%多 我們的比例是足夠多 為什麼公屋輪候時間這麼長呢 有幾個大原因 第一就是我們公屋上面的房屋台街斷了 我們從2002年開始田建居屋 到2014年十幾年 沒有即是連供應 接著之後維福建 其實你看過去20年 我們居屋供應只有3萬頭左右 只有3萬頭 那些沒有資格輪候公屋 又買不起私榴的人去了哪裡呢 很多人往下流 限制收入 甚至放在公屋裡輪候公屋 我們的公屋輪候賊包平膨脹 這次公屋的輪候賊 比起違規的時候 翻了2.5倍 當中有超過40% 是非獎者一人申請 是什麼概念呢 是擔心的 擔心的年輕人 平均年齡36歲 年年中位數只有32歲 四成以上是大專、專上以上的學歷 他們為什麼是輪候公屋 因為公屋之外的選擇沒有了 這是第一 第二 其實我們只有一個概念 香港通訪問題很嚴重 那些惡劣通訪真是不人道 所有人在參觀通訪 第一個想法就是快點建公屋 給劏房戶上樓 但是這個觀念是錯誤的 如果你看回數據 住在劏房裡面的劏房戶 超過一半 是沒有資格輪候公屋的 超過一半 當中最大的組別 就是加深階層 他們是2萬元以上的收入 他們是沒有資格輪候公屋的 你建公屋幫不了他們 還有一些劏房戶 住在最惡劣的環境裡面 他們是什麼呢 他們是沒有香港身份證的 包括一些雙飛 包括一些雙層證 甚至等難民身份的 你難道給過公屋他們嗎 這個類人 如果你給公屋他們 你會吸引很多人過來的 公屋解決不了劏房問題 我還想說那個數據 其實奉會會最近有一個深的調查 調查了公屋居民裡面 有多少人想網上流動 結果顯示有23%的公屋居民 是想購買資助速度房屋 即是居外的 23% 是什麼概念呢 我們有85萬套公屋 相當於是19.5萬個公屋居民 想網上流動 但是供應嚴重不足 我們的每一年 只有1%的公屋可以收回來 99%的公屋是不流轉的 我們收回來的1% 現在大部份的人是因為過了身 只有0.4%是可以買到資助速度房屋 網上流動 其實如果我們打通這個網上流動的環節 我們19萬戶居民想網上流動 都能網上流動的話 一下子 就是這些屯出19萬公屋來 我們完全不需要再健身的 這19萬公屋多於未來10年 我們有健的總量 亦都多於我們輪候查上的那些一般的申請量 立刻可以打通整個環節 所以我覺得香港不足夠 我們足夠在公屋上的法國台階 我想最後這個部分 有興趣再問多一點點 洪文你剛才說的 就是現在那個調查裏面 是比較多住在公屋的人 其實有興趣去買資助房屋 但是就沒有足夠的供應 現在政府的說法就是 其實他們已經一直在恢復居屋的出售 數量上面亦都見到 比起幾年前是多了很多 比如之前可能大概3000套 現在可能最新的那期都去到9000 其實那個回應我見到就是這樣 你又覺得 是不是都是一個 見到有進步的位置在那裡 其實你的目標要多少才為之足夠呢 居屋 是的 其實是遠遠不足夠的 我剛才說過去20年 我們的居屋落實量只有3萬套 但是同一個時期公屋是200多萬套 人是追著資源走的 當我們的資源嚴重向公屋傾斜的時候 大家沒有選擇 只要跌下去 找一下勞動來等公屋 其實市民往上流的願望是很足夠的 我剛才說公屋有23%是想置業 其實輪航公屋的市民 公屋輪航桌上面那些非獎者 我們有人家庭超過40% 其實他是希望可以置業 可以買居屋 但是我們的供應嚴重不足 我給你幾個數據 過去這五年 我們的五到十年 我們的居屋超額人口 是五百多倍 五百多倍 即是五十個人報名去操居屋 只有一個人操作 有幾年是超過一百倍的 這個數據 很多人是反覆 一年一年不停是抽 抽不中 就是排隊 是反反方向中 是抽不中 這一類人很容易就放棄了 不如我不要換個 掉下來等公屋 這個就是社會的現實 所以我建議把我們的比例 從七三比調到五五比 其實我不是說馬上停止建公屋 但是當你給多些資源 給加深階層 他才見到希望 其實哪怕我們 就算根本就調整 都有七年 甚至十年後 才見到深的公營 而國長 昨天就答我 有五年後才考慮調整 即是說你要有深的公營 有十年到十五年 對這班年輕人來說 特別是住在劏房裡面 那些革新階層 真的很辛苦 既然你也說到 昨天的回應裡面 國長就說 第二個五年期 即是去到二九三零至到三三三四的那個年度 因為公營房屋那個供應就會有一個增加 所以就帶點空間去考慮一下 是不是去調整 你又覺得不收貨太久了 你覺得什麼時候去做會好些 其實我反反方說 香港不缺工 我們政策的目標 應該長遠來看 比較有遠見的長遠房屋目標 應該是推動居民往上流動 但是我們現在不是 我們是上樓 不是上樓 即不是upward mobility 只是給透公屋安置它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上樓是有KPI的 而上樓是沒有KPI的 政府現在就是不惜代價 來滿足建公屋的KPI 我認為今時今日就一定要討論這個問題 怎麼樣出進社會的階層流動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公屋建成要用50年 至少50年 社會基層不斷膨脹的 我們的公屋比例越來越大 而公屋上面沒有抬起 被人往上流動的話 社會會很沉重的一個 鬥金字塔的形狀 基層做大 是未來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今時今日做了討論 最後都想問 因為其實你講開這個 覺得政府有KPI這件事 昨天看到局長回應的時候 他都是說 看到輪候策的時間比較長 所以現階段的重點 都是增加公屋的供應 讓有需要的人 盡快上樓 改善他們的生活環境 昨天聽到的時候 那個感覺是怎麼樣呢 是的 政府現在就是不惜代價 最KPI的思路 我相信這個公屋輪候策 如果上面沒有台階 公屋上面沒有台階 這個輪候策不會短的 當你大量的資源 塗到公屋裡面 公屋輪候縮短 到政府所說的三年 你會有這麼多的人 來輪候公屋的 因為你不輪候公屋 你很辛苦 你可能自己自熱的話 你有抽手期 有抽居 抽十幾二十年都抽不中 然後抽中之後 你公屋有幾十年 你會吸引很多人 來輪候公屋 因為公屋30 就可以上樓 還有很多選擇 你還可以有公屋 輪候蹲鐵 然後你上了公屋之後 又買居屋 你要一個特別的通道 不用資產政策 是的 洪文 你剛才說這件事的時候 我也想起 其實除了一個資助房 因為政府說 供應是有受限制的 在這段時期你覺得 其實是否有其他方案 不如資助甲心階層 他們去置業 這些方案 又是否一些可行少少 都能夠做到你的目標 我希望大氣個討論 就是怎樣幫助甲心階層 解決他的住房問題 其實歸屋只是其中一種 絕對不是全部 我距過你 所謂的affordable housing 即可知做房屋 國外已經出現了很多深的模特兒 不是每個年輕人都是想買屋 他不想做房屋 他連租屋都沒有問題 譬如說國外有很多所謂的co-living 或者是私人建的 但是以一定的折扣價 租給年輕人的住屋 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上 很多國家都已經很流行 其實歐洲國家 是青年人不想置業的情況 是很普遍 所以不單單只是買屋屋 這樣的一個選擇 我想這些值得討論 是否可以資助他們買 還是有其他方式 是值得討論 但是我的思路就是 我們一定要給一些資源 給這班 不想躺平等公安 想靠自己往上走的 加深階層 特別是千年人 整體來說 你怎樣去評價 昨天局長的回復 視野或者看著的未來 你覺得足不足夠呢? 不足夠 我覺得我們的長遠防禍策略 是完全沒有策略的 我們的長遠防禍策略 我希望社會多一些討論 如何促進市民向上勞動 我們的長遠防禍策略 在這些問題上完全沒有策略 我希望社會多一些討論 如何促進市民向上勞動 我們理想的結構 應該是一個中坦為主 而不是要大批市民住在公屋裡面 所以很開心可以來節目 和你談談這個問題 多謝洪文 我們先談到這裡 洪文立法會議員 昨天在立法會上提出一個質詢 希望將六字居以及公屋的 對居屋的資助房屋 或者叫做比例 由現在的7比3調整到5比5 最大的說法就是 希望一些在輪候公屋的人士 他們都可以向上流動 不只是等公屋可以有機會置業 你們又怎樣看 打來172 後來和我們分享一下 如何看旁邊 我們另一位嘉賓說這個話題 有公屋聯會主席文玉明 早安 文玉明 早安 早安 先問一下剛才和洪文談過 就說他希望公屋對居屋的比例 可以有一個調整 你又怎樣看這個說法 我不同意洪議員的說法 我們覺得這個比例 在目前的情況下 還要維持一段時間 要看適時 你懂得多個時間 再檢討就會比較好一點 其實我們的輪候 自己都比較多 另外一個我們覺得 我們正希望它是向上流的時候 我們想將這個7.3的比例 堅持下去 會掉下去 聽到文玉明說 就說不同意洪文的說法 就希望維持這個7.3的比例 不過文玉明的電話 可能有些不是很穩定 可能站穩定看看可不可以好一點 其實剛才你說 現在看到輪候策上面的人比較多 洪文剛才提出的說法 就是做過一個調查 都看到當中有部份的人 都差不多四分一 是說百分之二十三 都是希望可以買樓的 目標其實不是上公屋的 你覺得這幫人 是不是真的有存在 還有如果是真的存在的話 應該怎樣可以幫到他們呢 這個我認為這樣 其實你說在輪候公屋裡面的人 會不會有意欲買樓呢 這個我們本身沒有一個 實質的數據在那裡 但是問題是我覺得 其實都可以理解的 當然它在排行公屋的時間 它也有自己的希望去買樓 但是問題是它有沒有 有沒有實際的購買能力呢 這只是真實的情況 所以我會覺得那個 目前來說 我覺得是輪候者的時間 那麼長的時間 這個壓縮它 這個爭取它縮短那個 我想是多無之急 就不是其他的政策想去變動 他剛才也說另外一個 就是見到的一個情況 就是譬如一見到有居屋開賣 那個超賣的情況很高 那可不可以這裡側面反映 都見到 其實大家對於居屋的那個需求 還有其實如果 你說這幾年 目前可能還需要維持這個比例 你覺得什麼時候 有沒有需要放寬呢 我覺得其實任何事情 都要去到一定的時間 都需要檢查的 其實老實說 為什麼會對那個六指居也好 或者居屋的營購率比較高 這個肯定跟那個市場價錢 和我們的居民的購買力會有關 老實說 其實我們住在公屋的居民 如果他買六指居也好 買居屋也好 他是和發表的有些分別 其實就是鼓勵他們去流動 我想這個對整體房屋政策 或者叫做基層居民向上流動 房屋剔解 我想這個設置 我們是比較支持的 你說至於什麼時候 才要檢討呢 其實當然要看那個社會經濟環境 特別是大眾的收入環境的變化 改善或者房屋供應上面 土地和房屋供應的比例上面 數量上面有什麼大的變動 其實那個時間是合適一些 好 文宇明 我們一會兒九點鐘之後 還想和你聊一下 那個輪候策 那個人數的問題 文宇明就是公屋聯會主席 一會兒九點鐘之後 香港電台第一台 繼續有千禧年代 字幕提供